好,以下呢,就是呢,讲解我们这个茶的系列哦 为什么我们叫我们的茶呢,叫做The New Art of Tea呢 因为啊,这个茶是一个新的茶艺哦 因为呢,我们的茶呢,有别于啊,这个传统的茶 因为我们的茶呢,不需要正在这个茶壶里面啊,然后用100度的这个沸水去冲泡啊 因为啊,这个茶呢,如果正在这个茶壶呢,越久的时间,或者越长的时间呢 这样呢,这个茶叶啊,其实啊,会释放非常多的这个咖啡因啊 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喝了茶,也有可能会睡不着 就是因为啊,这个茶叶呢,正在这个茶壶里面太久的关系 咖啡因释放太多,导致呢,他们啊,有这个失眠的这个,这个情况啦 OK,这样呢,我们的茶呢,是100%呢,来自这个西里兰卡哦 西里兰卡的茶,OK 这样呢,我们呢,命名为我们这个茶艺呢,叫做T-Presso啦 为什么会叫做T-Presso呢? 因为啊,这个茶呢,只需要用30秒,或者60秒的时间呢,就可以啊 经过我们这一部Aristo的机器呢,萃取它的精华出来啊 用短短的30秒到60秒,不用这个茶叶呢,一直蒸泡在这个茶壶里面啊 好,好,所以呢,总共呢,我们这个茶呢,一共呢,有五大个口味啊 五种口味,OK 有我们的这个绿茶 有我们的这个Ulgrey,伯爵茶 也有呢,我们这个The King The King呢,就是我们的红茶 然后我们的Princess,就是我们的玫瑰花茶 还有呢,我们的The Queen The Queen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香果茶啦 这样呢,也可以给顾客看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茶啊,其实啊,可以泡非常多种不一样的这一个饮料的哦,也是 因为啊,这个茶呢,如果啊,加一片柠檬下去呢,它就可以成为呢,一杯很好喝的柠檬茶 加一点这个蜜糖下去呢,它就可以啊,变成Honey Lemon Tea啊 这样呢,放一些水果下去啊,我们呢,就可以轻易呢,再加,就可以泡到一杯十多块的这个水果茶 好,ok,这样呢,接下来呢,就啊,教大家呢,怎样去冲泡这个茶 这样呢,第一个我们先冲泡呢,就是我们的The Queen The Queen呢,就是我们的白香果茶 这样呢,The Queen呢,要怎样冲泡呢 我们呢,一定需要这一个茶壶哦 因为呢,如果啊,我们泡这个茶在一个杯里面的话呢 它呢,就会来的太浓,所以呢,我们呢,会泡两大杯 加一个小杯的分量,在这个茶壶里面呢 才倒出来给顾客试喝哦,这样呢,顾客呢,就可以喝到很香 很好喝的这一个,哦,这个白香果茶啦,ok 这样呢,非常的简单 把茶壶放好,然后呢,就放下我们这个The Queen的这一个白香果茶进去了 所以呢,就是按大杯的 重复按大杯两次哦 而且啊,不要忘记跟顾客说哦 我们这个茶啊,因为本身就是茶叶呢 是可以重复的这个冲泡哦 这样呢,我们这个Elite的这个Capsule呢 是可以重复的泡三大杯哦 三到四大杯都没有问题哦,其实 ok,这样呢,除此之外啊 这个哦,我们的这个茶呢 可以分成几种的泡法 第一种呢,有一些人比较喜欢 从浓喝到比较薄的 这样呢,他就可以一杯一杯泡也是没有问题 他呢,可能就需要放一点糖 去呢,哦,把那个茶叶本身的这个哦 味道呢,调一调,alright 这样呢,泡完第一杯过后呢 就继续再按第二杯哦 这样想重复泡的朋友呢,可以 哦,可能早上喝一杯 然后呢,把茶叶这个Capsule拿出来 放在一边,然后呢,下午呢,想喝一杯呢 就再放回下去,重复的再重泡哦 这样呢,可以重复两到三次 都没有问题的哦,ok 这样呢,冲泡白香果茶呢 我们都建议我们的顾客呢 哦,放大概半饱的糖下去 去调一调这个味道哦 这样呢,这个白香果茶呢 就可以喝到一点酸酸,一点甜甜的味道哦 是非常好喝的 糖要不要加,因人而异啦 有些人要加一包,有些人加半包 有些人觉得不加也没问题 这个是Up to顾客本身的口味哦 所以啊,我们通常都讲啊 口味都是很个人的 有些人喜欢喝糖,有些人不喜欢放糖 都没有问题,ok 这样呢,泡了两大杯过后呢 我们会再放一个小杯 就可以完成了这一个 我们的法药益香果的这个茶的泡泡哦 然后呢,泡好了过后呢 记得一定要拿拌热,搅拌均匀哦 因为啊,里面有,下面有糖啊 如果我们没有搅拌的话呢 那个糖呢,就会啊,沉淀在这个 谷底下面哦 这样呢,喝到下面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的甜哦 好,我们的这个白香果茶呢 的泡法呢 就是那么的简单 这样呢,就是一壶呢 很好喝,很美味的 这一个白香果茶 这样呢,记得一定要 先搅一搅哦 才呢,倒在我们的四瓶的杯呢 让我们的顾客试喝 好 这样呢,接下来呢 就泡这个 tea latte给大家看哦 因为这个茶啊 只需要呢,加奶呢 它就可以变成奶茶哦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 哦,the king呢 是我们Sri Lanka的这个 很出名的红茶啊 这样呢,我们怎样泡这个 tea latte呢 跟我们泡三层的这个 咖啡呢,其实是一样啦 会先放奶 一样哦,记得哦 泡茶,泡巧克力,泡咖啡都好 加奶的,永远是按消费哦 好,泡了奶过后呢,就是加茶下去哦 这样呢,就可以非常的简单了哦 呈现到这个,三层的这个 哦,我们的这个 三层的这个奶茶哦 好,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跟我们的三层咖啡哦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这么的漂亮哦 这样呢,哦 我们的三层咖啡哦 我们的这个顾客就可以再加 充包到很好喝的一杯水果茶 加一杯非常顺滑的这一个奶茶 这个就是我们泡茶的一些小技巧 大家记得要记起来 好,谢谢大家